1977年9月15号 球王贝利在职业生涯最后一个赛季 跟随纽约宇宙队来到中国 9月17号晚上 他们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与中国队进行了友谊赛 双方在8万名观众的注视下战成1比1 赛后的宴会上 中国队球员集体向贝利敬酒 向这位世界足坛的传奇巨星表达敬意 而贝利也赞赏了当时中国足球的水平 9月20号 中国队和纽约宇宙队移师上海江湾体育场 进行第二场较量 第63分钟 宇宙队在前场右侧获得任意球机会 贝利主罚 他踢出一脚弧线球绕过人墙飞入球网 而中国队则由池上斌和沈祥福各入一球 比分定格在2比1 9月21日 纽约宇宙队飞离上海 结束了本次中国之旅 10天之后 贝利在告别赛中正式宣布退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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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本화是ری统大碟 在这里看 quarter 展楼阜来 详 bı Assad 一楼阜一莿